所谓的时间序列模型预测 就是利用时间序列本身的数据特征 让数据自身来说话 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它是以理论为基础的 在社会经济现象当中 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并且这些影响错综复杂 使得根据理论建模进行预测十分困难 尤其是在做预测的时候 你要去预测某个变量的值 那么你还需要找到被解释变量 在预测期内的值 而解释变量的值往往又是未知的 所以利用时间序列来进行预测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依据经济变量自身的历史信息 采用一定的统计方法 来建立起反应变量的一个特性的一个动态模型 或者是找到时间序列变量自身的规律的这样的动态模型 来对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 那么就是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方法 在前面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学到了 时间序列变量 它分为平稳的变量和非平稳的变量 我们以黄金期货的价格和黄金期货的收益率来看 图一表示的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就是黄金的期货价格 而图二表示的是黄金期货的对数收益率 它是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呢 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已经知道 是通过单位跟检验来进行判断了 这里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利用单位跟检验 发现了黄金期货的价格是非平稳的 而黄金期货的收益率是平稳的 所以我们就对黄金期货的收益率进行建模 首先对期货的收益率建模 这里要介绍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叫阿玛模型 它的全名是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倍解识别量 我们用YT来表示 解识别量呢 就是用YT-1 一致到YT-P 再加上随机的误差项Epsilon T 以及PhiE位的Epsilon T-1 一致加上PhiQ位的Epsilon T-Q 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它实际上是一个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加上了随机误差项的当线期 以及值后期的值 这是一个相对于加权的一个过程 当然在权中就是对应的系数 这里面有两种特殊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阿玛模型的结束里面呢 Col等于0的时候 Col等于0呢 就意味着误差项呢 它的自后期只有当线期 就没有自回一期 自后两期 所以这样的模型呢 是一个ARP模型 就是自回归 P接的自回归模型 Y7等于β0 加上θ1Y7-1 一致加到θP Y7-P加上Epsilon T 在阿玛模型的另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P等于0的时候 P等于0的时候 就是相对于没有自回归下 那么Y7呢 就是一个移动平均模型 移动平均模型 Y7就等于β0 加上Epsilon T 再加上 5EV的Epsilon T-1 一致加上5Epsilon T-1 再乘以Epsilon T-Co 对于平均模型的时间训练 我们可以直接用 阿玛模型来进行回归 去预测 那对于非平均模型的时间训练呢 我们需要对非平均模型的时间训练 进行插分 可以建立阿玛模型 就是自回归积分的移动平均模型 将非平均数据转化为平均的数据 阿玛模型呢 它的接数是P低扣 这里面的P呢 就是自回归 A的变量的自后期 D来是插分的接次 扣是移动平均部分的自后期 这里面的YTC呢 就表示的是Y的低阶差分 我们在前面非平均时间训练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 变量呢 可以通过两次插分 一次插分 来转化为 由非平均的数据 转化为平均的数据 所以呢 在掌握了平均时间训练建模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把非平均时间训练 那也可以进行建模 然后来进行预测 我们以黄金的期货收益率啊 为例来说明一下 利用AREMA模型来预测的这样一个预测方法 我们收集了300个黄金期货的日收盘价的数据 通过取对数插分 得到了相应的收益率数据 在300个数据的话 我们用前面280个样本来进行模型的补迹 去补迹AREMA模型 然后用剩下的20个数据呢 来检验预测效果的优势型 那怎么样去确定AREMA模型的这个结束呢 我们介绍一种简单的方法 我们打开这个收益率序列 在应用室里面点击这个view 看见这个下拉菜单 有一个相关系 蓝色的线条所标注的这个相关系 看选择这个期是36期 选择的水平数据点OK 就会显示出黄金的收益率数据的 质相关系数和偏质相关系数 以及对应的抠统计量 以及抠统计量的P值 一个简单的判断 一个简单的判断 自相关系数呢 表示的是移动平均的滞后期 偏自相关系数呢 表示的是自相关 智慧微部分的滞后期 从这个图里面来看到 自后为一期的时候 P值是显著的 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自后期自相关系数为一 偏自相关系数为一 就是RM11模型 进行回归 回归的结果呢 得到了相应的系数 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然后我们点击Forecast 在预测样本框内 就填上第281个样本 到第300个样本 选择动态的预测 那么还有除了选择动态预测以外 Dynamic还可以选择静态的预测 Static 动态的预测指的就是说 从第280步开始 第280步为基点 向前的一个多步预测 去预测第281 第282 第283这些样本的具体的值 而静态预测呢 是利用这个变量滚动向前 我利用实际的280个样本 去预测第281个值 再利用实际的第281个值 去预测第282个值 相对于是一个一步预测 那么动态预测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图里面显示 预测的这个均值呢 在前几步呢 它有变化 在之后呢 它是一个水平值 基本上没有变化 而静态预测呢 在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每一步 它都有变化 预测的均值在发生变化 预测的区间也在发生变化 那么动态预测和静态预测 哪一个效果更好呢 从直观上来看 很显然静态预测效果更好一些 从指标上来比较 静态预测呢 也要更好一些 因为呀 它是利用了最新的实际数据 再去预测下一期的值 所以它的预测效果会更好 那么 同学们 你能想到其他 其他提高预测精度的方法吗 或者是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预测模型吗 大家可以思考 最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复杂的模型 它的预测能力 是不是会比简单的模型预测能力更优 在预测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到 预测仅仅是 尽量经济学的重要用途之一 不要过分地相信 尽量经济学模型的预测